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古代的家训教育孩子们如何为人处事 教导我们说有六个方面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哪六个方面呢 我们来看家训是怎么说的 德行广大而守以功者荣 土地薄裕而守以俭者安 路位尊圣而守以卑者贵 人重兵强而守以位者圣 聪明睿智而守以余者衣 博文多记而守以谦者广 此六守者皆谦得也 这是汉朝刘相在他的书院 这部名著里面提到的敬慎 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综合起来 就是做人要懂得谦卑 我们看到那些很有德行的人 待人非常的和蔼 可亲可敬 我们经常会说他是 谦谦君子 温良恭俭纳 六德说的 做人应该这样子做 那么我们来看 第一条说 对一个高尚有道德的人 就要注意平时平等待人 待人越发和气 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社会上也经常遇到 比如说在大学里面 你看到那些越是博学 越是名望大的学者 待人越谦和 讲话越幽默 特别善于和整个团队相处 你能跟他的相处中 感觉到他那种可亲可敬 感觉到他学问博大精深 所以有人说到 一个真正让人尊敬的人 他是让人舒服的人 他让大家感觉到越舒坦 其实这个人 他越广博 而他的事业 他的眼界也越高 第二条 讲有了钱以后 就要保持勤俭节约 每个人他创业都不容易 这个钱一点一点的积攒 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有了财富了 这个时候呢 你的人品 反而在这里呢 显现出来了 我们就开始大手大脚的 去挥霍了 我们买什么都要名牌 一身名牌 追求高大上 他忘记了 以前的琴 现在付了以后 要学会减 现在对于减 也不是说 你需要的东西 我都把它克制着 我什么都挑最差最坏的 我当年贫困的时候 用的那些最超高的东西 我付过以后 我也只能用这一些 这种对减的理解 就有一点狭隘了 我想呢 减是告诉我们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买东西 你花费 应该是合理的需要 是需要的 但是呢 它符合合理的范围 那么这样的消费 都是正常的 也是正当 但是为了炫耀 为了呢 通过财富 来盛气凌人 让人家感觉到 哎呦 你是大富大贵 那这一种就叫做奢 奢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 用钱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 内心的心态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古代的人 特别强调要历界这个奢 甚至讲到玩物商智 因为奢呢 它最要害的问题 是不知道分寸 它愉悦 它觉得呢 有钱有权 就一切都可以摆平 一切都可以买 这时候 它的心就不知道指了 不知指 就嚣张了 你就 没有底气 没有定力 人就飘起来了 所以 家训里面就讲到了 当你富贵了 有权有势了 就要懂得呢 知指 要以德服众 而不是用你的权力 去压人 压是永远不会佛的 魏征呢 跟唐太宗探讨过 在这个权力面前 你滥用权力 最后德出的部下 他表面对你越服贴 你说什么都对 其实他心里呢 越鄙视 因为你没有这个德 能让他幸福 那这里面 接下来就讲到了 当你手中握有 大量的资源 特别是 握有了强力的资源 这个时候 你就要很慎重 使用强力 这一点比较难 美国有个谚语 说到 手中拎了一把大锤 看什么问题都是铁钉 什么问题 我们有大锤 直接就把它钉下去 钉了就没了 这就会产生滥用暴力 这告诉我们呢 你拥有的实力越强 就要越学会 平等待人 去和人家讲道理 用讲道理来解决 我们看到成都武侯池 有人给他写了一幅很好的对联 这对联里面就写到了 能攻心 则反车自消 自古之兵 非好战 对很多的问题 要懂得去讲道理 这就是什么呢 攻心 人家心服了 所有的不稳定 这些问题就自然消极 所以是自古之兵 非好战 第五个方面 聪明的人 要大智若愚 不要到处去显现 自己有知识 到处去夸耀 人家一讲 当场就嘲笑别人 这个见地不行 那个又不懂 处处显赫 这个呢 最大的缺点 就是你把自己的心给封闭 你都看不起人 人家就不会跟你讲真话 有很多你 其实是一知半解 人家也不会把真正的 精髓的地方告诉你 而且呢 还特别招人闲 看到就是一个 卖弄小聪明的人 卖弄小聪明 往往就会落落寡合 这个是要很谨慎 特别是聪明的人 聪明的孩子 越要注意 第六呢 博学多识的人 要保持谦虚 不要炫耀才学 很多问题 不要急着下结论 你要更多去研究它 去调查它 没有实地的分析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你是很难把它 完全弄得水落石出的 所以学习一定要虚心 要踏踏实实地做 这六条加起来 就是人生的一种态度 你这个态度 就一定要保持一种 谦卑 敬畏之心 去对待各种事物 不管你是富的 还是穷的 不管你得意 还是失意 在任何时候 都保持自己一个 谦卑的 心胸打开的 热心学习的 这么一种心态 中国有句俗语 叫做 将军额上能走马 在相肚里能撑船 作为礼仪之棒 中国人向来讲求的是 宽以待人 言语律己 在历史上 有很多先贤 无论是才智过人 还是富贵双全 越是处于优势的地位 越能够谦逊待人 忍让他人的过错 宽容别人的不足 令向如与连波 将相和的故事 便是其中典范 那么 面对连波的挑衅 令向如是如何做到 心怀大局 谦逊忍让的呢 一个人懂得相浪 在重大利益关头 能够让 更显出你品格的高贵 历史上 赵国 有一个新崛起的大臣 叫做林向如 林向如有好几件 我们后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故事 比如说 赵国发现了很好的玉壁 和氏壁 秦王听到 他想要 想巧取好赌 说要拿 多少多少的土地 去换赵国这一块 好的玉壁 赵国知道 秦呢 想要这块玉 肯定不会搁这块地 但是呢 你不拿过去 秦就有了借口来打你 怎么办呢 林向如自告奋勇 说我去 我当使者 他带着这个玉 到了秦 献给秦王 秦王一看 果然是一块好玉 让他身边这些宠妃 都出来 大家争相传看 就没有说到 要搁地这个事 那就是证明了 秦真的是想骗你 真的不会给你地 这已经让秦的态度 完全暴露出来以后 林向如呢 跟秦王说了 说这块玉呢 其实有一个重大赤匣 您可能没看出来 我告诉你在哪里 秦王把玉还给了林向如 这时候林向如拿着玉 跑到了大柱子前面 跟秦王说 他说我看 你是不想履行你的 这个约定的 你丝毫没有想到 要把这些城池割浪出来 所以这块玉呢 现在不能给你 如果你要动墙 要杀我可以 但是我现在 会抱着这块玉 会抱着这块玉 和这个柱子 和我的人 一起粉身碎骨 秦王没办法 只好把这个壁 还给了林向如 让他到旅馆去等 等秦呢 把这个城 割给造 林向如呢 回到旅馆 马上把这个玉 送回来 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玩必归造的故事 我们看到林向如在秦王面前 他誓死如归 他名声大 赵王重用他 可是赵呢 一直遇到这个 不讲道理的秦王 一再的威胁 又一次 秦王呢 说要和赵王 约个地方 我们来会门 我们来谈和 我们来聚会 赵王呢 去了 到这会见的场所 秦王身边的人 站出来说了 说听说赵王呢 很善于弹琴 那么呢 请你弹一首曲子 给秦王听 既然是这么一个要求 赵王呢 也不得不 真的去弹琴 他秦才一弹 秦国的官员就出来了 把史官叫来 说现在咱们记录下来 某年某月某日 秦王和赵王在哪里相会 赵王为秦王弹奏乐曲 这就公然羞辱赵王了吗 你变成奴仆了 变成乐师了吗 你成了我们秦国的下属 你看你为我们的秦王 亲自弹奏乐曲 外交是讲对等的 外交所体现的是 国家的尊严 所以呢 首脑是不能被人家领录 但是谁能出这口气呢 林向炉 他抱了一个 这个乐器出来 到了秦王面前 说听说秦王很善于敲 否则 现在请您敲一曲 秦王一看 我怎么能敲 他不敲 不敲林向炉呢 走上前去 跟他讲 我请您一定要敲 如果今天您不敲 那么我就死在您五步之内 其实呢 这是一个威胁了 不是林向炉要死 而是 如果你真不敲 今天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林向炉已经逼到跟前了 要救秦王也来不及 秦王不得已 拿了这一个乐器 敲了一声 他才敲一声 林向炉马上叫赵国的官员出来 说记下来 某年某月某日 赵王和秦王在哪里相会 秦王为赵王弹奏乐器 结果呢 秦王对林向炉一点脾气都没有 林向炉回国了 因为他的功劳 他就被提拔上来 成了国家最主要的大臣 赵王特别的信任他 大智大勇 林危不惧 可是呢 有人不干了呀 赵国还有一个老将 也是很有名的将军 立了很大的功劳 叫做连婆 连婆看到林向炉 从一个比较低下的身份 一下子成为国家重臣 甚至呢 比自己更受重用 很不高兴 他就跟他手下的人说 说林向炉算什么 下次咱们在路上见面 我一定要当众羞辱他 看他敢对我怎么样 这话传出去了 连婆出门 总想能遇到林向炉 林向炉听到这话 怎么办呢 他现在才是最受造王信任 应该说是最得意的时候 可是林向炉呢 跟手下的人说 我们出门 只要见到连婆 我们就避浪 我们走别的路 都要避开他 所以每次上朝的时候 林向炉就特别的委屈 他远远就要避开连婆 连婆走正道 他呢就从旁边的小路走 下面的人有气了呀 就跟林向炉说 您怎么变得如此胆小 连婆算什么 我们怕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 林向炉这时候 跟手下的人说 他说你看 连婆的权力大 还是秦王大 连婆兄还是秦王兄 大家说那连婆明显不如秦王吗 林向炉说了 我在秦王面前 我都不曾畏惧过 难道我会怕连婆吗 问题是 现在秦国之所以不敢来 欺负我们赵国 就因为有我和连婆在 现在我们两雄相争 那么国家马上就会危险 这个内讧就招致外敌 因此呢 我就应该忍让 忍让让我们这个赵国能够团结 你看到林向炉是在他 有权有势的时候 他懂得退让 这个退让使得赵国能够不分裂 这话传出去以后 连婆也是一个很有品格的人 当时是看别人一下子跃在他头上 不顺 气不顺 要出这口气 没想太多 现在听了林向炉这一通话 真的觉得自己呢 人品低了呀 惭愧了呀 所以呢 连婆呢 借一次人很多的长河 自己呢 赴金向林向炉请罪 请林向炉宽恕他 这个连婆呢 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 人家对你牵纳 你也要懂得回报 有很多人你看 人家让你 他反而得志 好像自己上去了 还要再踩你一把 这样子呢 关系就没有办法处好 那种就是典型的 没有品的小人得志 尔连婆呢 显然他是一个很有品格的 他没有看得那么远 一旦当别人的一种高峰亮节 在他面前显现出来的时候 他也马上能够感觉到 儒家教导人们说的什么呢 见贤施旗 他见贤施旗的 他请罪 赵国呢 从此降向和 在他们两个执政的时间 赵国就非常的稳定 将向和中 令相如身居高位 却没有傲气 为大局能够谦逊人让 连婆虽有过错 却也能及时醒悟 使得赵国文臣武将 协同一心 成就了一段佳话 其实 除了心胸大度 宽容待人以外 谦卑之心 在日常生活中 在家庭的教育中 也时常有所体现 请继续收看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华家训第十五集 谦逊待人 这种谦和 在家庭教育里面 也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 孩子越小 你就越要教他懂礼貌 守自序 我们看家训 是怎么教导我们的 诸子家训里面 讲到 见老者 敬之 见幼者 爱之 有得者 年虽下于我 我必尊之 不孝者 年虽高于我 我必远之 圣物谈人之短 切莫 荆棘之长 告诉我们 从小要培养哪些方面 要敬老 要爱幼 而且呢 要看到人家的好 多去宣扬别人的善 而不是在人家背后 切切示意 整天议论长短 讲人家的坏话 甚至呢 流传谣言 这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一种人品 你懂得尊老 爱幼 你的心就有所指 有很多事情呢 你的傲气打掉了 人缘好 你的机会就来了 汉朝 有一个大智慧的人 这个人呢 辅佐刘邦 得天下 这是刘邦呢 自己总结的时候 首先提到 刘邦说 我们为什么能得天下呢 因为我得了三个人 第一个点到的就是张良 张良啊 他是韩国的贵公子 贵公子 难免有公子气 年轻的时候 自视甚高 脾气也不好 有一次呢 他在路上 在街上走 迎面走来的一个老人 这老人远远看见 张良这个少年人走过来 他故意呢 走到张良前面 在一个桥上 他坐下来 坐下来 把脚一伸 吓住张良 吓住张良 年轻人 过来 给我 穿鞋子 他自己把鞋子 踢落在地上 要张良给他穿鞋子 张良一看 啊 这个老人太无理了 没事找茬事吗 看到我 坐下来 故意把鞋子 弄掉下来 叫我去捡 当时想到什么 拔剑把他杀了 张良可是 会杀人的 他为了报韩国这个国仇 被秦灭亡的国仇 他雇了杀手 埋伏在 渤浪沙的地方 去暗杀秦始皇 所以他是真有勇气 真敢杀人的 所以当时第一个念头 就是拔剑把这老人杀了 可是起了这念头的时候 他一看 是一个老子 他年龄比我大那么多 我们不是叫要敬老吗 那好 我今天就忍这口气 所以张良硬生生 把自己这口气忍了 跪在地上 捡起鞋来 帮老人把鞋穿好 穿好了老人 这时候才说 嗯 这小伙子还是可以调教的 好 三天以后 凌晨时分 再到这个地方来见我 我教你 张良也没想到 这老人能有什么东西 但是呢 既然你有什么要教我 那好 到约定的时间 天蒙蒙亮 他就起来了 来到桥边 到这里 不好了 老人已经坐在那里 老人就斥责他 年轻人和老人相约 怎么可以迟到呢 这又是中国古代家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规矩 年轻人和老人 这个身份低的和身份高的 学生和老师 像这一种关系 约会的时候 年轻人 学生都一定要先到 这是一种静 内心有一种静 你说什么叫做静老 什么叫做尊师 那你就表现在 从来没有看见说 老人来了等年轻人 老师来上课 学生都迟到 这种事学校不去管 那这个学校呢 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职了 所以老人责备张良 他就是根据中国一个传统的道德 你是年轻人 你怎么能迟到 所以今天不教你了 再过若干天以后 还是这个时间在这里 我们再相会 到了时间 这一回呢张良学乖了 天还没亮 他就去了 一去不好了 老人已经坐在那里 老人再一次批评张良 你看 你还是迟到了 你怎么可以一再迟到呢 回去 再过若干天 我们还是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第三次 张良想不对了呀 我总不能这么不知理吧 所以他晚上连睡都不敢睡 半夜就去守在那里 总不会迟到了吗 他半夜去 他在桥上坐好了 老人远远走过来 老人看了说 嗯 这年轻人还是懂得知过能改 好不错 我教你 他教张良什么呢 叫他黄石宫兵法 这个老人教会了张良 大智大谋略 张良据说就是凭着老人教他的这一些知识 帮助刘邦夺取天下 这个故事是不是完全是真的 张良的知识都是从黄石宫那里学来的呢 我们不去追究 但是呢 这里面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学习要谦卑 做人要谦和 要懂得守理 在与人的交往中 常怀谦卑敬畏之心 宽以待人 不仅能够像张良一样 广结善缘 获得成长的良机 甚至有时还能够影响到 一场战事的成败 一个国家的兴衰 春秋时期的秦木工 就是因为往日的宽容大度 在秦与进的战争中 得也人相助 反败为胜 从而成就了一番霸业 那么秦木工都做了什么呢 在讲求团队合作的现代社会 我们为何更应该谦逊待人 诸子家训里面 讲到 仇者以义解之 愿者以职报之 谁所欲而安之 人有小过 寒龙而忍之 人有大过 以礼而愚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人有恶则焉之 人有善则扬之 何人相处 人有小过 应该要隆忍 如果有大过 你要用礼去开导他 小过要忍耀 历史上 秦国的崛起 有几个国王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有一代的国王 秦木工 秦木工呢 可以属于秦国崛起 打基础的一代 秦木工呢 和晋国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战争 这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那么古代打仗 国王贵族将领 都是冲锋在最前头的 秦木工呢 当然是率着部队呢 自己冲锋在最前面 他看到晋王已经身陷包围了 他猛追上去 结果追得太快 他的车呢 就一马当先 和自己的部队脱节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呢 他反而陷入了 禁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胜利马上形势逆转 秦马上就要变成 一次大的惨败 而且秦木工呢 看来危险 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 突然间出现了一支骑兵 非常英勇地杀进来 不顾声势 拼死杀过来 把秦木工给救了出来 而且把禁军给冲弯了 把禁军彻底打败 把禁国的国军给俘虏了 这个呢 秦木工真的是得天人相助 想都没想到 哪里会冒出这么一支 不要命的军队 胜利以后 秦木工呢 当然要犒劳这些人 他很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要拼死相救 这些人就跟秦木工讲 我们就是秦国国都边上那些乡村间的野人 也不懂理 也不懂守法 也没文化 没知识 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一些豪马 我们就把他偷了 偷来就吃掉 结果呢 不好了 这可是秦木工心爱的嘛 那还得了 你一道歉 二你还道歉了秦木工心爱的嘛 所以秦国的官府把这些人抓来了 而且准备要重判他们 这个案子呢 送到秦木工那里 秦木工一看就说了 他们这些人呢 一没文化也不知理 他们也很饿 生活挺苦的 不就吃了我一匹马吗 你们要杀他们好几个人去抵罪 杀了马也回不来吗 人家也是有一个情犹在里面吗 所以这样子这个事就算了 不要提了 这马吃了就吃了 这些人就放回去 秦木工呢 劳恕了这些人 这些人回去以后 他没想到 自己偷了国王的马 还没被重判 就觉得秦木工是个好人 他们一定要报答他 果然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 这些人的出现 让这一场战争呢 成了一个决定性的一次战斗 这个故事也印证了 家训里面说的 为人谦和 人有小过 你要容忍人家 你才能团结更多的人 一个人 一个人谦和 有情商 能容人 能团结人 尤其在现代的社会 更是靠一个团队去做事 那么你这种亲和力 这种组织能力 就更加重要 下一集 我们再来介绍 我们的亲和力理念 我们要怎么样去争取 获得朋友